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同样是因细生情,为什么赵丽颖和冯绍峰差距那么大? 花千古的火爆让当时已经小红的赵丽颖人气再生一个档次, 收视女王、网络霸主、流量女王,用数据说话。 众所周知,赵丽颖和冯绍峰之前有过一段婚姻。 他们两个跟娱乐圈里很多情侣一样,都是因细生情的, 两人在一起后没有官宣恋爱消息,一官宣就是领证的消息。 两个人曝光的时候,让很多的人感觉非常的羡慕, 特别是赵丽颖的粉丝都非常的羡慕, 结婚后很快就生下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儿子,进度不可谓不迅速。 冯绍峰在综艺奇遇人生中,跟阿鸭自爆, 她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人,做什么事都犹犹豫豫豫, 但赵丽颖刚好是一个很果断的人,这一点他们非常互补, 她自称赵丽颖也是凭这个个性吸引了她。 不过最让人遗憾的是,赵丽颖和冯绍峰的这段婚姻并不长久, 仅仅维持了短短的三年就结束了。 有人说是因为赵丽颖工作狂,只顾工作不顾家庭, 所以冯绍峰受不了才离婚, 也有人说是因为冯绍峰妈宝南没有对赵丽颖负起该有的责任, 赵丽颖心灰意冷才同意离婚。 时代变了,大家早已不喊,再不相信爱情。 85花每每官宣离婚,大家都是敲锣打鼓祝贺。 离婚后不久,赵丽颖录制节目拜托了冰箱。 荣光焕发,仿佛回到了生产之前的状态。 离婚后,冯绍峰的演绎之路一如从前, 资源很好,但本人并没有什么水花。 如今网上总是时不时有赵丽颖和冯绍峰复合的消息, 但从来都没有被证实过。 其实一段长久的爱情需要双方互相磨合, 而不是某一方单独的付出, 两个人能在一起, 就像土豆跟西红柿本来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物种, 但却阴差阳错走在了一起, 土豆变成薯条, 西红柿变成番茄酱, 而成了绝配, 感情也是如此, 没有天生就合适的两个人, 其实需要的是彼此的理解和包容还有改变, 哪有那么多合适的人。 时隔七年才知道, 赵丽颖原来也参加过真人秀, 那时的颜值惊为天人。 赵丽颖这位演员相信大家是再熟悉不过了, 他因为获得雅虎搜星比赛, 获得了冠军, 从而进入到娱乐圈, 同年就出演了冯小刚电影的女主, 渐渐获得大家的关注, 其实那时候的赵丽颖也很拼, 正是因为这股劲才成就了现在的她。 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让赵丽颖走红, 就是在15年的时候, 出演了花千古的女主, 剧中的精彩的表现, 让她圈了不少粉, 在花千古之前, 她的名气不高, 所以很少有人注意到一位如此清纯可爱的女孩子, 当然也是时隔多年才知道, 赵丽颖参加过综艺节目。 这档综艺节目就叫旅行家, 这也是一个很陌生的节目, 想必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 这档节目就从名字可能也都知道, 这是一档关于旅行的真人秀, 就像现在也一样, 类似的节目有很多, 收到了大众的强烈欢迎。 通过画面来看, 那时赵丽颖的颜值没多少区别, 但是身上有着一股很清纯的气息, 尤其是圆圆的脸, 更是让大家觉得是青春校园中的女神, 简直是让人眼前一亮, 无法拒绝。 当时赵丽颖的造型, 如果以现在一些黑粉的眼光, 可能都会觉得她实在是有点土, 简直像是大妈似的, 但是即使放在整个娱乐圈中, 她身上的气质都是独一无二的, 让人沦陷的存在。 赵丽颖是迎评中正能量的担当, 她饰演的角色总是执着并且又不失青春本色, 现实生活中赵丽颖本身就是这样的人, 也正是拥有强大的心, 才能一次次克服困难, 走上现在位置的她。 不知大家觉得如何呢? 赵丽颖有多有钱? 住北京东寺环独洞别墅, 拥有八家公司。 2017年跨年晚会上, 主办方为了给赵丽颖一个惊喜, 请了她多年老粉。 胖颖飞刀舞台上, 胖颖飞刀作为粉丝代表现场, 送上了一双水晶鞋。 熟悉赵丽颖的观众应该都知道, 赵丽颖的脚只有34码, 很难买到适合自己的鞋子, 平时出席活动, 她都会穿着一双不合脚的鞋子, 后面直接空出一截, 粉丝看了都十分心疼。 于是粉丝决定在跨年演唱会上, 送给她一双美丽又合脚的鞋子, 不仅是为了让她穿得舒服, 更是寄托了粉丝们的希望, 希望她的演艺生涯可以越走越顺党。 胖颖飞刀打开鞋盒时, 赵丽颖就已经被感动得落泪。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 赵丽颖并不单单只是为了水晶鞋哭, 当主持人说出胖颖飞刀, 这四个字时, 赵丽颖更是气不成声了, 并悄悄地说了句 我知道她胖颖飞刀是赵丽颖的头号铁粉, 她自学剪辑, 并在网上传了很多赵丽颖的优质视频, 而作为台上的粉丝代表胖颖飞刀, 也完美地拿捏了偶像和粉丝的距离, 上台后也一直和赵丽颖保持着距离, 最后主持人提醒她去拥抱一下偶像, 她也只是轻轻地抱了一下, 但又马上松开了她。 对此有网友称短暂地拥抱了一下她的月亮, 最后把她归于天空。 其实早在赵丽颖跑龙套时就成为了她的粉丝, 到现在赵丽颖已经成为优秀演员, 依旧选择不离不弃。 当年赵丽颖和冯绍峰官宣时, 不少人都以为她会脱粉,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她不仅没有脱粉, 还精心准备了一段搞笑的舞台视频来庆祝偶像结婚, 令无数粉丝感叹这才是粉丝追星最好的模样。 赵丽颖到底有多富家? 驻北京东四环独栋别墅, 携带人工湖和私家花园, 被誉为亚洲十大超级豪宅之一, 价值一亿多出行的豪车是麦巴赫, 背的包包是价值四万的高奢品牌。 赵丽颖出身农村, 从2006年踏入娱乐圈到2011年, 在新海诸葛格里饰演情儿, 这五年是赵丽颖颠沛流离的五年, 之后赵丽颖就开启了高速发展的状态, 各类最佳女主角拿奖拿到手软, 甚至凭借一部花千古鸡身一线女明星之后, 身价水涨船高, 单集片酬高达七十万, 三年时间,一口气接下了十部电视剧, 四部电影, 中间大大小小综艺十二个 以及十几个顶奢代言, 拼命三郎外加流量女王的头衔, 让她在短时间内赚得盆满钵满。 还有她旗下拥有八家公司, 在和冯绍峰官宣之前, 身价就已经上亿。 据爆料, 赵丽颖增用三百多万投资了三家影视公司, 其中, 江苏稻草雄影业有限公司的股份直接暴涨一百八十倍, 甚至还拿到了阿里的投资。 2016年, 赵丽颖转战科技领域, 于一千零八十万入股了暴风科技, 并出任秒拍科技的副总裁。 而前夫冯绍峰更不差钱, 父亲是江浙户一代有名的纺织业大户, 家族业务遍布沿海一代, 身价超十亿, 拍电影只是业务爱好, 早晚会回去继承家产。 冯绍峰名下的豪车有数十辆, 前段时间又豪着近千万买了辆法拉利, 当然还有一辆蓝伯基尼, 价值六百多万, 甚至还有一辆黑色的。 有人说, 赵丽颖和冯绍峰从官宣到离婚, 至少创造了千亿级别的流量, 不得不说这两个人都是背后的大赢家。 对此, 你怎么看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